Hello 大家好 我是Lawria 今集再和大家講一下書本裏面沒有教過的歷史 同學有沒有留意我們讀一個朝代 譬如宋朝我們很喜歡用什麼字去形容它 沒錯 就是貧 藥 藥 藥計 你沒有錢 事實上宋朝就並不是我們所說的有貧 又藥的 不是的 不是的 為什麼 因為宋朝是很有錢的 否則他對著外族的賠款 為什麼年年賠 年年賠 但國家都還沒滅亡 到最後南宋是怎樣滅亡的 就是被蒙古人消滅的 所以其實宋朝我們推翻 其實很有錢的 為什麼這麼有錢呢 我們講一下 根據歷史的統計 我們當時所用的貨幣是銅 即是我們一些銅的金屬 但是宋朝的銅產量是最多 變相了他可以發行很多的銅幣 所以變相可以經常賠錢給人 亦都可以購買到不同的東西 第二就是他們的海上貿易很發達 海上貿易他們已經當時設立了一個史帕斯 即是我們所說的海關 和波斯 大食國 和日本 朝鮮的貿易 變相了宋朝的收入是大增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 其實宋朝並不是我們書本裡面說 嘩 好窮啊 積貧積貧 不是的 他很有錢的 不過大家在書本上學不到的而已 我們才會合照的 好看 我們在台中的 beetje 很好看 回到台中的 那麼最近